我们进步也帮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呢 遇到了在欧乌情势紧张的一个关系 今天大盘出现了一个震荡拉回 今天呢 这家全市场指数是跌破季限 贵买市场指数呢 则是跌破半年限的 这国际利空到底会不会让台北股市见到短低 台股呢 其实基本面还有外销的一些相关数字 这么亮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形容是满地钻石可以危机入市吗 那现在如果想危机入市 什么样的个股 比较抗震 比较不怕大盘的波动呢 好 这个特性有什么 问你请教的是分析师许峰路了 峰路好 听见各位传闻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峰路我们很明显看到 面对呢就外资哦 就算台北股市昨天是开低走高 外资依旧站在卖方 在砍了有百亿之多 今天看起来卖的力道可能只会再做加大 那投信呢 对台北股市其实是不离不弃的 包含了关股也是哦 今天到底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利空 他们会不会更努力的护盘呢 有些那支索马股 如果我的筹码没有松动 是不是就稳稳报 我今天帮大家来找的就是呢 有投信连续买超的一个个股 包含了像电影 齐鸿 音乐达 中华店 联强等等 还有广达 宏基 开发 金内亚科 世新 亏歪 这些是投信近期连续在买的 其实除了投信近期在买的 包含了投信索马这些标的 到底面对今天的盘是不是机会啊 好 我想其实今天的一个市场资金 都会往这个投信比较有在 琢磨的个股在聚集一个拉抬 这样子的一个力道会比较强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照理来讲 外资是一定要在卖潮的嘛 延续昨天的一个卖潮 美国股市虽然没有开盘 但是道琼电子期货是呈现一个大跌 纳斯达克 小纳斯达克也是大跌 SNP500也是大跌 那这样子造成今天的一个外资 肯定还是要大卖 但是我们看投信有在琢磨的 如果是他近期刚刚买的 那股价刚刚转强位阶比较低的 像早上我们也跟大家提过 像电影 这是切入到车用的一个PCB的一个题材 那股价相对强 那我们跟大家来讲 像一样有车用题材 像617的中探针 像3003的建核心 这边也都有相对比较强劲的一个表现 这是什么 因为车用只是未来长线的一个题材 那我们再看到了像散热族群里面 3017的齐红 那整体的族群 其实今年度以来表现都不错 我们一直跟大家一直在做追踪嘛 除了齐红 还有就像散热式的双红 这个前天才创了新高之后 现在还是强势的一个整理 这也是投心一直在去做布局的 那当然了 我觉得在今天里面 如果整个大盘要能够守住 今天有两个关键点 我先提醒 第一个当然是季线的支撑 能不能在尾盘拉动 我认为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有档个股像2330的台积电 它现阶段的一个价格 正好回到季线附近 那今天的跌幅相对是比较小的 它跌幅并不大 那么它又有新的订单 那我会认为说 如果今天要能够守住季线 必须要看台积电往上攻 那人气指标 除了投信在买这些中小型股之外 大家还可以特别去注意到 今天一直都相对大盘强的航空股 你看2618的长荣航 其实投信基本上是指径不出 虽然外资在前天有调节了一点点 上个星期五的那个交易日 有调节了一些 但是昨天基本上是站在买方 那么在这边 也是呈现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扬 2610的华航 今天也是开低走高 虽然投信 外资昨天都有调节 但基本上来到这个位阶 我觉得也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因为往下还有季线的支撑 那么长荣航会好 华航当然也不会差 更何况我们说到 三月份华航还有新的客机跟货机 要加入营运 那我再去看 现阶段还有一些活种 像包括说像 i设计里面3035的资源 请大家看 投信其实在过万年后是比较积极的 那股价其实一直都维持在 所有军舰之上 在今天这样子震荡幅度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收红 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到 IPC资产的概念股 有可能由资源这边 再来做一个 往上 谈生的一个动作 那最后的话 我会认为说 今天投资品有在整体的操作上面 我认为第一个是 不用过度去追杀 手中下跌的个股 因为这一段时间本来就是 非经济因素的一个震荡 那么既然不是经济因素 是短期的一个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那投资品有在这边去杀地 就没有太多的必要 但是你可以做一些的一个 策略性的一个换股 比方说我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 有投信加持 又或者是说 它这个长线的产业题材 相对来比较 比较好的 车店族群 或者是IC设计 这些具备有爆发力的个股 我觉得今天震荡完之后 晚上大概美股开完盘 再反映完整个利空 如果美国股市往上的一个 跌幅可以相对电子盘的一个收敛 那我认为明天台北股市 往上反弹的空间 就会开始出现 我倒认为投资品 不用过于悲观 不过因为战争因素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全球股市的一个 资金都还蛮动荡的 大家都在看哪边是危险的 哪边是安全的 今天明显看到 这欧金是一整张 风险性的资产 马上就出现了 是资金快速撤离的现象 我特别讲到的是比特币 为什么讲比特币呢 比特币在今天的盘中 一度是大跌超过有5个百分点的 这是来到两周来最低的水准 那么看起来 比特币在上周末 跌破4万美元关卡之后 还随着恶恶危机 加剧持续的走低 那么相比黄金 已经讲到去年6月以来的一个最高 所以资金其实在靠边站 那因为比特币今天大跌 马上拖累的是板卡族群了 今天的华琴盘中是率先击杀 灌到跌停 让整体板卡股表现都还蛮疲软 你会怎么看待 他们是被比特币拖累的吗 还是说有些业绩好的 基本面不错的 可能在今天是被错杀呢 好我想其实如果说华琴 他其实在板卡的部分 他也算是一个极优胜 那再去看他的一个获利状况 其实如果以他前年赚11.3元 去年前三季就赚了14元 加上第四季 基本上有机会挑战18元的一个状况 今年的1月又是创营收的历史新高 那我会认为说 他这个短期上面 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国际气氛不佳 那板卡你有没有说全面的一个大跌 其实今天的一个汉迅 也是在这边做强势整理 2465的立台其实也没有重挫 其实这样的跌幅都还是可以接受 我倒是认为说 他主要应该还是短期的资金 在进行做一个撤离 那因为他技术面上 31515的一个滑行 确实相对来讲比较难看 因为你看 他的一个高点在去年的290元 在12月初 那一来是跌破月线之后 反弹月线没办法站上 再跌破季线 那在新春靠后盘之后 跌破季线 反弹季线又没有办法能够 有效的带量补工上去 即便有营收的利多 都涨不动 那就变成是说利多不涨 反而比利工还严重 所以就有一些资金在撤离 再上大家去看一下 筹码部分的话 投信 其实在这边 都是站在卖方为主 那外资在这边 有小幅度的一个买超 那昨天外资买了600多张 那我相信今天 在往下跌的过程里面 外资它的操作 还是会跟到国际股市的局势 那买了这么多都不涨 它有可能做部分的一个调节 那来到半年线 我认为这也不用过度的杀低 毕竟基本面摆在那里 只不过现阶段去操作 像这一种 外资买很多 但是它不涨的个股 反而它会有一个外资 卖出停损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我确定 要提醒投资朋友的 那但是我认为 整体台北股市 现阶段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出口 我们看到的一个企业获利 其实表现都非常好 那可以针对这些基优的个股 逢低去做分批的一个布局 相对板卡的部分里面 最强势的 其实这边来看 可以去留意到 应该是2377的微星 还有这样2376的技嘉 其实表现也都还是相对强 那技嘉的话 投信其实买盘是比较踊跃 那么技现的趋势 这边还是向上的 那在这附近里面 我反而觉得 同样族群里面 技嘉今年的成长性 可能会相对来讲 会比较好 而且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投资朋友可以好好去做留意